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知道当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时候 只有一面是一直冲着地球的 所以这就使得很多科学家对月球背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美国宇航局从1969年到1972年实施了一系列的阿波罗号载人登月计划 曾经成功的六次登月把12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 但是据说当时美国阿波罗号登月计划 一方面是想探索月球 开发上月球的资源 另一方面是想把月球宣布为自己的领土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登月的时候进行了全球性的直播 但是在直播中有4分30秒时间的中断 后来就有人讲出这4分30秒的中断的内幕 是因为当时美国登上月球之后 正想要宣布把月球划为自己的板块下的时候 突然就受到了外星人的警告 这个时候才不得不更改了登月的宣言 而且我们都知道美国在197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月球的探索了 有很多人都猜想说美国实际上是因为受到了外星人的威胁才不再去探索月球 在2013年中国的嫦娥3号探测期成功登陆月球 但是在1970几年美国和苏联登月之后到2013年这十几年中间 月球是无人问津的 直到前几年呢 中国再次宣布要将嫦娥4号登陆到月球的背面 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目光才再次瞩目到了月球的身上 而且中国是第一个要把探测车登陆到月球背面的国家 最神奇的是美国和前苏联还曾经警示过中国不要再去碰月球 我们最早成为人们热议话题的移民月球 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移民火星 在最早解密的前苏联和美国的探月绝密文件中 都提到了探月卫星在到达月球背面的时候 曾经有被怪星生物跟踪过 而且根据探月卫星所传送回来的一些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月球的背面确实有很多不解之谜 像是那些奇形怪状的石阵 以及酷似飞船的一些物体 第二 伊卡什 我们稍微有一点考古知识 甚至连小朋友都知道 我们的恐龙是在六千万年到七千万年以前 就在地球上面绝了的 但是人类最早的祖先喇玛古猿 也是出现在几百万年以前的 但是在前一段时间 在秘鲁的一个叫伊卡的小村庄里面 发现了很多刻着图案的石头 这些石头就被人们称为伊卡什 而伊卡什上雕刻的这些图案 似乎记录了一个极其先进的人类古文明 而伊卡什上的图案呢 根据图案的不同类型 可以分为太空星系 史前动物 史前大陆 以及史前大灾难等等 而上面有一些图案呢 记载了人们进行心肺移植手术 和大脑移植手术的画面 更有一些石头的图案上面 刻画了人类去捕捉恐龙的景象 我们都知道 人类和恐龙是不可能出现在同一时期的 所以就有很多科学家说 伊卡什上所画的这些人类 实际上就是外星人 第三百慕大海域的不明沉默物 我们都知道百慕大三角洲 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海域 小吴曾经做过一期 关于中国百慕大老爷妙水域的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回看 千百年以来呢 在百慕大海域失势的飞机和乘船不计其数 有一些学者和科学家呢 就认为百慕大海域这些离奇的世界 这个锅都应该由外星人来背 而且前一段时间 美国探索频道的主持人资深探险家 米克洛斯在探索加勒比海域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神秘的太空外星沉船 长期以来呢 米克洛斯一直使用自己已故朋友 美国纳萨宇航局前航天员 库普所绘制的一个手绘的神秘地图 来探索加勒比海域的湿式沉船 而这次米克洛斯发现的这个不明的沉默物呢 是在海底大概300英尺的地方 沉默物的形状非常的巨大 形状是成一个圆顶的 在沉默物的上方有一些垂直的突出物 而且整个沉默物是被厚厚的珊瑚礁给覆盖起来的 看起来绝对有5000年的历史之久 米克洛斯呢就认为他发现的这个海底沉默物 就是外星人曾经造反过地球的最有利争处 第四 二十亿年前的核反应堆 我们都知道的原子物理实际上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 在1942年的时候 人类才开发出来了第一座人造的原子核反应堆 也就是六十多年前以前的事情吧 但是大家恐怕很难相信 原子核反应堆在二十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事情还要从非洲东部的一个加鹏共和国说起 加鹏共和国呢有一个风景非常秀艺的地方 叫做奥克洛 在奥克洛呢盛产核反应堆的燃料釉矿石 奥克洛的釉矿石呢就被出口到全世界各地去进行核反应堆的实验 在1972年的时候 奥克洛的釉矿石呢就被出口到了法国 但是经过法国科学家的鉴定之后呢 发现从奥克洛运来的这个釉矿石的釉含量呢非常的低 只有0.3% 所以这个其他的现象呢就引起了法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他们就去研究为什么从奥克洛运来的这个釉矿石的釉含量会这么低 经过再三的研究发现 科学家们认为从奥克洛运来的这个釉矿石 已经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被燃烧过了 这一结论呢当时就轰动了科学界 就很多科学家都飞往了非洲的奥克洛去一探究竟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和研究之后 科学家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就是在非洲的奥克洛存在着一个很古老的原子核反应堆 而这些釉矿石呢就是在很古老的原子核反应堆中被燃烧过了 而且这个核反应堆呢是在21年前被建造了 燃烧了足足50万年之久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远古的核反应堆 究竟是由谁来设计建造和遗留下来的呢 有一些学者呢就提出了大胆的猜想 可能是远古的外星人乘坐着太空飞船到达了地球 在奥克洛这个地方呢建立了核反应堆 为自己的太空飞船呢提供燃料 最后又飞毁了自己的星球 那大家知不知道任何关于外星人曾经造访过地球的有力证据呢 可以留言在下方分享给我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帮我点赞留言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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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留言